说人解字今天要说的是 五百年来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民 孙悟空 他自称齐天大圣 西游记书中呢 他是唐三藏的大弟子 又称孙行者 孙悟空是石头所画 神童广大能七十二遍 又能架金斗云 这一蹦就是十万八千里 他逞着自己的本事大闹天宫 被佛祖收服 压在五行山下 五百年之后 唐三藏取经经过五行山 才救出孙悟空收为弟子 一同前往西天 孙悟空凭着他的机制 降服妖魔化解为难 终于完成了任务 后来还变成超级赛亚人 找到七颗龙子 而且还娶了牛魔王的女儿 生下了小悟犯 猪八戒法号悟能 是孙悟空的师弟 本来是天鹏元帅 因为喝醉酒调戏嫦娥 就贬下凡尘 投错胎成了猪的模样 在观世音菩萨的指点之下 拜唐三藏为师 一同取经 将功赎罪 猪八戒好吃懒做 贪图女色 又时常耍小手段 禁禅言 常常使得师徒一行人 陷入困境 孙悟空另外一个师弟 沙悟静 本来是灵霄殿卷帘大将 因为不小心打碎了琉璃斩 被贬下凡尘 成为流沙河的妖怪 唐三藏也收为徒弟 一同取经 沙悟静外表丑恶 但是忠心耿耿 任劳任怨 谨守博门戒律 又来到西游记 第六十四回 唐三藏和徒弟们 经过古庙 走出来一名老者 身后跟着一个青面獠牙 红须赤身的鬼使 孙悟空见来者不善 提棍要打 忽帝一阵阴风吹起 老者把唐三藏 独自带到了一座石屋前 老者说明来意 因为昨晚明月风清 特邀唐僧 来到石屋喝茶吟诗 接着又出现了三位老者 众人便一同做起石来 过了一会儿 两个青衣女童 提着一对灯笼 身后跟着一位仙女 手上拿着一只杏花 笑吟吟地走进门来 原来是一位杏仙 容貌美丽 仪态端庄 听闻又加刻在此 一起前来吟诗 他对唐三藏表达了 爱慕之情 四位老者也愿意做梅 唐三藏马上变脸 数落他们 以美人计陷害他 四名老者见他发怒 就不再说了 他是不小心 走到酒店里面去吧 对 妖精很多 倒是赤身鬼 是暴跳如雷 指责唐三藏 这和尚 好不是抬举 我这姐姐哪心不好 他人才俊雅 欲直交资 波碧说呢 女工真指了 指这一段诗才 也配得过你 你怎等这样推辞啊 羞错过了 不是抬举 指责人不接受 不自知别人的礼遇优待 然而任凭他们怎么说 唐三藏不从就是不从 此时忽然传来 徒弟们的叫唤声 原来孙悟空猪八戒沙悟静 三人是穿急杜精 找了一夜啊 唐三藏探出门去呼救 悟空 我在这儿呢 快来救我 快来救我 于是老者 鬼使 女童 花仙子 顷刻间全都消逝不见 唐三藏也就获救了 西游记 蕴含有佛教哲理 但是更显而易见的是 引人入圣的故事 文字浅白 雅俗共赏 被大量的改编 此外 也是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 成长小说 孙悟空 相信个人神话 大闹天宫而受罚 历尽磨难之后呢 取得的成就 是漫长的人格成长过程 最有趣的角色 非猪八戒莫属 因为小说的成功 猪八戒一词 也就成了文化当中 丑陋 贪婪 好色 愚蠢的典型 并衍生出许多的邂逅语 比方说 做事两面都不讨好 我们就说是 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嘲讽人本事不足 还在到处卖弄自我炫耀 就是猪八戒带花 丑人多作怪 猪八戒在武装观 胡伦吞吃人参果 不知其滋味 用此来讽刺人 不懂欣赏美好的事物 就是猪八戒吃人参果 全部知滋味 比喻不承认自己的过失 还反咬人一口 说是猪八戒上阵 倒打一耙 老师你刚讲这些 我都被骂过 那意思代表说 你是有很深厚根基的文化人 另外还有猪八戒坐飞机 猪八戒吃蹄膀 猪八戒吞钥匙 猪八戒放屁 猪八戒插粉 猪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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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八戒